天气热,水分补充不足特别容易引发尿路结石 不论是在肾结石,膀胱结石还是输尿管结石 一旦痛起来都是痛不欲生,而且复发率很高 不过除了喝水之外,其实饮食也是一个关键 马歇纪念医院泌尿外科主治医师李志乔先前就曾在布洛格提到 其实不论盖多还是盖少都容易引发肾结石 到底要如何吃才能正确地避免结石 赶快记下来 李志乔医师提到,肾结石的发生率太高 而且有很大机会终生不断在发生 有掌握肾结石的人,十年内在发生的几率高达50% 所以应该要定期追踪,也建议每半年到一年咽尿 肇部X光及肾脏超音波才能早期治疗 想要预防结石上身,李志乔建议在水分社区方面 一般人每天喝三公升的液体 以水集中性酸碱度的饮料为主 若是有流汗要喝更多 此外,每天排尿量要2-2.5公升 可以观察尿液需清澈透明,无色无味 除外,饮食也是一大关键 李志乔提醒,首先是不用特别补充钙 也不要限制钙的摄取 因为钙太多太少都容易引发生结石 而需要补充钙质的老人家 需配合大量喝水来降低尿钙浓度 可以多摄取水果、蔬菜及高纤维食物 注意食物均衡 要避免摄取的食物类型则有五大类 含有过多草酸、oxalate的食物 像是巧克力、菠菜、浓茶、啤酒、坚果等 过多的维他命C、过多动物性蛋白 过多的盐分以及含飘令的食物 像是内脏、海鲜、高汤、黄豆等 生活习惯方面 则是避免肥胖或高血压和适度的运动 李志乔强调 不管是有没有长过尿路结石的人 多喝水永远是最重要的 是预防尿路结石最好的方法 感谢收看 欢迎订阅、按赞、分享